遲了一點開播 我又在加拿大了 次官已經飛了回加拿大 公子 我又要在加拿大和你越洋廣播 但你一樣我不開心 因為你 次官現在在加拿大氣息很好 上鏡 是嗎 氣息很好 香港生活太辛苦了 失調 失調嗎 因為女王病了 難以上鏡 她說太醜樣不肯上鏡 雖然我們覺得她很美 她大謙 大家說有一個美女在這裏 Jolin在這裏 我們快點祝祝女王早些康復 女王保重 因為上次進了醫院 神病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關心她 希望她早些康復 難以粗 很多聽眾 很多我們的粉絲 特別關心她 好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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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女王早些 早些物藥 能夠早些出來 我們萬幸 是的 觀眾的幸福 觀眾都掛著她 觀眾都掛著她 我們主持都掛著她 上次次官剛剛拿德在香港 早些跟我講了禁室的話題 講教育的問題 是的 是的 剛剛次官回到加拿大了 有什麼想跟進跟我們講的 現在 現在先講了TSA 又說不取消 要等到林鄭上台才考慮 是的 由TSA講起 好 好 好 Jory可不可以講TSA 好 沒問題 說實話 剛剛好 今天早上我又參加了小朋友的活動 中學生的比賽 因為原本不用我去的 但剛好得這麼巧 有部份的老師 忙太忙 沒有辦法參加 我捉了她做後備 做評判 現場也見了不少老師和校長 他們都很糟糕 好像樹葉都下了 真的很淒涼 又是講這個話題 就是TSA這個話題 就是TSA這個話題 教育 當局無論怎樣說也好 都改變不了現象 就是但凡你有考核 所有人都一定要拼到盡 所以 即使我當你最好願望 不當你什麼陰謀才算 你做了客觀形勢出來 就梳學校 校長 老師 家長 就不夠膽 鬆懈 唯有拼他 因為考試這個詞語 是有個心魔 對中國人來說是有個心魔的 我們傳統上是考試 我們很傳統的 是考取功名的 就是以前 次官有很多故事說 文化幾千年沉澱下來的 所謂的考試文化 跟鬼屋的考試文化 就很糟糕不同樣的 因為中國人的考試文化 就是當年科舉取是 書中指有黃金屋 布衣興相 總之平民肯讀書 考得整個史的話 皇帝欣賞你做狀元 接著就平暴清雲做大官 光宗耀祖 光宗耀祖 中國人的文化幾千年來累積下來 就是這樣 所以 能不能夠改 我都真的不知道 所以今天的老師對著我 都真是靈光 即使你教育當局 如何淡化這件事 總之一天不取消 TSA 全世界都套命去考試 就是這樣 另一件事 提起初衷問題 因為教育當初 都叫我們有份看著 其實當初真的不是這個意思 你說什麼TSA也好 所謂分階段考試也好 因為當初 記不記得 次官還有印象 其實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天之嬌 只要入大學 很少人 八分之五 其實壓力都不能夠說不小 你記得升中市 就已經一個難關了 小學升中學 然後呢 你中學升大學的時候 如果你考不到語科 會考 會考 然後升語科 其實有一個金字塔 很恐怖 那時候 十個人都沒有一個 可能入到語科 然後語科 十個人都沒有一個 入到大學 所以那時候 考試壓力不能夠說不小 不過 次官你懂得笑 那時候大家 天大利大 考不到大學大給你做 行出狀元 那時候那種壓力 上次次官都提出了 雖然壓力大 但如果你不是說 存心積累入大學的話 社會上 很多東西可以 還有那時候大學沒有那麼多 今時今大學多 但你入到一間 好不好 好不好的系 又是另一件事 你覺得你入到一間 不好的大學 或者不好的學系的話 更慘 比你入不到大學 要砌糧些系 另外一種很不同的壓力 所以當初的初衷 就是取消你 所謂一試定生死 你把你所謂的升學壓力 分開 分開幾年一個小測驗 總之只看著你進步的話 總分你升大學 基本上 照到你壓力不大 問題是這個世界 就沒那麼天真 這回事 你就所謂一試定生死 變成 每一個試定生死 現在 不是一個小測試 每一個試定生死 我提議 美女Jowin 講慢一點 實際上 快點頭 一些人聽不到 不要當英文講 是中文 慢慢講 因為我們聽眾 不知道年紀 慢慢講 我們聽到 他的聲音很漂亮 兩位我提出一點意見 這個歸根到底 是後面所謂精英教育 在殖民地的時候 這個是後面的宗旨來的 這個宗旨的精英教育 在小弟讀小學的時候 時為1960年左右 不是升中士 那時候叫小學會考 小學會考 比升中士更嚴格 因為在當年 小學畢業 就可以投考很多政府工 包括可以做文員 做教育 可以去當警察 可以去做警員 消防員 監獄處 柳條 或者海關 很多 所以 小學畢業 是一個 大的關口 所以 在小學畢業 會考裡面 考中文其實是很深的 現在我想 起碼 form 3 form 4 那個程度 只及 某些 不是全部 英文 英文 水皮 當年 不是說很多英文 英文的測試 數學的測試 是鬥快 不是鬥快 我記得一個小時 是做120 120條數學題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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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 小學 那些題 小學 會考 哦 還有一條叫常識題 常識題呢 等於現在 可以說通識 其實不是通識 不過它是常識 包括什麼呢 包括呢 九龍巴士7號車 九龍巴士7號巴士 由哪裏去到哪裏 都可以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它準備出來做工的時候 你做年輕人 走地 你要知道 7號車 老闆叫你九龍堂 你懂得搭7號 8號而已 兩種而已 你懂得搭車 香港也是 你考的士牌 你懂哪條路打哪條路 所以那個時候呢 是小學會考 是已經出來做事的了 但是呢 他篩了一班人之後呢 讀中學 讀中學呢 因為他那個 小學會考的 最優秀的 我們叫做忌廉 就是Cream 嗯 最優秀那些 原來派了去 政府官校 官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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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 何解呢 剛才公子都說了 他呢 是準備這班人呢 將來出來 可以做官的嘛 配合中國的科學制度 嗯 那個格調 所以呢 我想聽聽兩位講講呢 精英教育 和普及教育 這兩個不同的宗旨 這兩個就是問題的根源來的 嗯 就是我一路認為這兩個是 這個問題根源 究竟現在我們走 精英教育呢 還是走普及教育呢 這個教育的方針呢 是比較好呢 人言人恕 我看呢 公子你 參加過的那些辯論比賽 都說過這個題目 都不一定 不單止是辯論比賽 又是那句有些原罪 因為當年教改 都要有份幫手下的部分 所以當年那個教改 那個 就是大辯論 政策辯論 都是聽到不少東西的 那這裡可以分享一下 但是 Jolene就在外國讀書 是 領一個很不同的感受 那到底 先說一下 以前阿刺公已經說了 香港的金字塔的制度 就是英國佬的設計 很簡單 方便它管治 所以對英國佬的精英教育概念 就有一點點像 以前中國的那套科學舉 是選拔式的 就是說 小學是基礎的教育 能夠做到一個打工仔 不要說奴隸 但是打工仔 順文 滿足了英國的管治最基本的要求 這個小學教育以上的中學教育 另一重的篩選和輪選 就是所謂那個官員的儲備 未必做得官 儲備 未必是儲備 儲備什麼加科呢 就是能夠他再去篩選 就變成他的所謂政務官 但是如果不是政務官 剩下的那些中學畢業 都能夠滿足到樹無冠的要求 對呀 那些E.O 沒錯 始觀所說 小學是好看你中文的 因為應用層面 但是去到中學 就好看你英文的 你懂得聽英國佬的老闆下命令 沒錯 用語言和文字來分隔開你的階級 階級分隔 所以看到中學的英文水平 基本上要求你做到賣版 對呀沒錯 鬼頭話就是聖旨來的 對呀 現在鬼頭話就當你說風 那時候鬼頭話很厲害 這個呢 Joreen未必一定嘗試過這些 沒錯 沒有嘗試過 但因為你說這件事 我會知道一點 因為我媽媽那一代人 也是跟志觀一樣 上一代沒錯 所以她以前 譬如說她在一些外國的診所 做過配藥 或者我認識那些母親 每個中學畢業 但是英文呢 我敢說是比現在中學畢業 她們很多是習慣了用英文溝通的 在辦公室不同的 沒錯 所以英國的殖民來管治 的確有所謂精英篩選的方式 是方便她管治 所以很明顯的 然後分工剩下 其實所謂篩選出來的那些 為什麼說以前沒有那麼大壓力呢 剩下下來的 大家的心已經分開了 就是你既然不是屬於賣版 又不是屬於她的執行官 剩下的社會自己接收 你就社會自己搞定了 所以社會其實沒有所謂有色眼鏡 你成功與不成功的 只不過在精英的教育體制裏面 你不是做賣版 又不是做樹木 於是你便出來社會辦事 沒有任何壓力大 那些事情 那時候的社會 各行業不同 你又記得好像我媽媽那一代 可能現在60元的人 是小學畢業都未夠 已經被家人推了出去做工廠 譬如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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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又是那個年代的經濟的結構 令到這件事是OK的 低學力的人可以找到很多工作 沒錯 所以當時所謂天大地大 在英國人根本不管 也都不設定所謂 會不會贏在棄跑線 反正大家都是 放你出去跑 放你出去 你社會自己搞定 所以當時沒有那麼大壓力 就是這樣來 所以這種精英主義 其實你看一下 就算曾鈺成那個年代 那些批判呢 其實都是批判這件事 就是你那個奴才教育 奴化教育 他不同意這件事 所以即使在六十年代 去七十年代那時候 就算是香港那個 所謂暴動之後 六七暴動之後 都有大辯論在那裡 就是到底我們教育 走哪條路 是繼續維持以前那種精英的 所謂殖民地精英那種制度 還是真的要教育造福社會 那些整體提升所謂市民質素 補及教育的那個爭論 就是這樣 但是那時候七十年代 麥理浩很多方面施政 九年免費教育 沒錯 也是麥理浩 都是一個轉類點 據我所知 很大的轉類點 其實那個九年免費教育 就是那時候開始搞的 是in response 是反應這些 其實六七暴動 社會的衝擊是很大的 所謂現在那個所謂心魔 你要追本索源 就是當時所謂去植化 非直化的概念 令他真的開始 要做一個所謂公民社會 或者現代社會出來 英國佬 尤其是麥理浩 就是帶頭做這個改革 這些不是硬件事 是軟件事 那時候開始有一個很大的爭論 到底教育有沒有轉型 成為所謂普及教育 義務教育 九年免費教育 然後開始增加大專學 什麼叫大學 開始增加大專學額 令到有很多事情 不需要社會自己去解決 例如開了很多工業學校 有很多職業培訓學校 這些都是英國當時開的得證 但是都是in response 就是有一點反應式 是被迫的 其實不是說有心 要做一個很先進的公民社會 其實有些事 他似了一個殖民地 木屋區大火 大火死了很多人 我們就起多些功能 那你的教育 發了問題 有些人反感 我們就做得好些的教育 給你 其實當時如果沒有記錯 阿次官都可以看回最近 1412年的時候 這些報紙 其實曾鈺成也有說過這個故事 那個故事是什麼家科呢 其實當時程介明都有寫過 所謂九年免費教育 和義務教育和普及教育 其中一招 就是借刀殺人 誰為之借刀殺人 就是當時英國佬教育的精英體系 有一部份篩了出去的社會 自己搞定的 有一部份人 是不跟英國佬的做法的 那批人家 我們現在聽到可以很討共 但是那時候有很多所謂左派學校 的確反過來 是用普及教育的方式去搞基本教育 培政啊 那些 不是左派 培政不是左派 不過是好的中文學校 好的中文學校 不是左派 好的中文學校 尤其是49年之後大陸 避難南來的教育教育家 其實他就沒有 不是左派 對呀 但是對於英國佬來說 他是左派 因為他不是屬於殖民地體制 即是他反你那種 中文學校 反你那種英式中心的教育 沒錯 他不用英國佬殖民那套精英教育的方式 去扮民間教育 是 所以很多那時候 培喬 尤其是好的學校 根文態度出名 是啊 好過癮 所以有很多中文學校 反而就不用英國佬的方式去教育 但是煩又煩又煩又加科 六七就攬炒了 為什麼呢 就是六七年的時候 有很多我們稱為先進學生 你明白嗎 因為他本來不是在殖民地學校裏面 受奴化 教育出來那些 先進學生 就成為六七 有很多所謂暴動學生的骨幹 即是其實全部都是一種相對性的 相對性的 即是他和主流的系統不同 也就是他們是批判他們不是用買版心理去讀書 當你用一個不是買版心理 即是啟蒙式的方法讀書的時候 那些人會批判社會很正常 未必表示他們真的會扔汽油彈 但反過來你批判社會的聲音 當時年輕人有很多屬於中文學校出來的 而不是屬於官校系統出來的 官校系統裏面只是有部分精英 例如曾德成則用成那些 就反而是精英來作反 那些是較為少見不多的 但也有 所以就接近了一個 當時革命之前那種 星星之火的狀態 就是精英與暴民的結合 所以英國人是嚇到鼻孔都沒有肉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 其實真無能投理 麥理浩當然搞那個所謂普及教育的做法 其實可以用陰謀論來看 就是因為他成世 七十年代就開始取締了很多中文學校 和本地的所謂民辦學校 用資助學校的方式 將它收編了政府統一管理課程 和統一人員管理 變成了順民 不過就是用普及教育的形式 包括社會 包括社會 社會不在辦學 這是很過癮的一件事 所以那時候也是一個很大的爭論 表面上看起來是普及教育 雖然也做到很多普及教育能夠做到的事情 但是那個我們叫做 Side Effect 順手什麼家科呢 就清算了很多民間自由辦學的機構 即是用資助辦學的方式 將它排擠走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是打工人家 穩招不行 只有那幾十元個月 即使學校收很便宜的學費 你都沒有辦法負擔 或者很難負擔 所以越以殘堅的年代 次官都記得 經常批判 麥加科 就是有很多小朋友讀不成書 沒有錢讀書 不是他沒有能力讀書 其實是一個很悲慘的狀態 殖民地不會理你這些事情 後來英國人 麥利浩的年代 就不要說唐衣讀藥 但起碼是唐衣包裝才算 你免費讀書 那我重點會讀你私校 我免費給你讀書 那你重點會讀私校 否則政府也是分了隊 那時候盡量取消私校 我又說說 這個你說的陰謀 如果是抹著陰謀 界外遊影 是很高的 時衛1960年代 小弟在讀中學 讀中學的時候 我的中學是很不錯的 很學校的 但是那些老師 方科方法 他是英文學校的 是英文書院 但是那些老師 大部分在國內 做教授 或者做專業人士 下來教書 那時候不窮不教書 知識分子的職業 他是不根據英國政府 頒授的 頒發下來的 會考的sillibus 會考範圍指南 來教書 嗯哼 直到呢 小弟方5M 去到 窩打老道 那間圖書館溫集的時候 嗯 看看隔壁 為什麽隔壁 隔壁那個同學 那個不是我們校的同學 那是一本書仔 照著來看 然後有很多答案 答案書 是木書 有天書 參考天書 你有的 你試過的了 嗯 我莫名其妙 我就 好奇就問 嗯 這本是什麽 他說這本叫做 會考範圍 叫做sillibus 蛤 會考範圍嗎 不是任考的 蛤 蛤 有規定的 蛤 有規定 蛤 不行 這本呢 這本更厲害 這本是歷年會考 所出的那一科的題目 哈哈 就是說 每一科呢 這麽多年呢 都有一本很大的書 將那些題目全部 給你 嗯 有年那些 3Camp拜啊 或者那些地理歷史 是循環的 嗯 各兩年就出一個題目了 哈哈 起碼那個範圍 哈哈 起碼那些 你直接這樣上下字眼 出一個題目 哈哈 唐朝 為什麽滅亡啊 比較啊 這個宦官外戚啊 誰是害得國家最慘啊 那些 死啊 死了 我都不知道 那麽原來呢 你剛才說 所謂有些學校呢 是根本呢 明知有sillibus 是不教sillibus 是用來抗拒 暗中抗拒了英國政府呢 想統一了那個 學生的思維呢 或者那種科 強化那種科舉制度啊 英式 港式科舉制度的一種手法來的 我是從來不知道 直到 在考之前才知道 但是呢 我對不起 講英講他 雖然我們是講英 栽培出來的 是 但是我們那個校呢 因為他不跟sillibus教呢 所以呢 考中大又可以 考港大又可以 考台灣大陸又可以 考國內大陸又可以 考美加大陸都可以 因為他是講法 他不理你有什麼sillibus 總之呢 他是依據那個老師以前 曾經學過的中學教材來教你 不過他 迫著用英文教的意思 因為呢 因為不是英文教呢 就差不多沒有人去讀啊 用英文書院的名目呢 中學的一定是英文 國內中學的教材 準備這幫人 不是准你出來呢 你做英國政府的官員 而是呢 希望你真是 作為一個呢 普及教育 或者清英教育 總之教育出來的事人 但是呢 剛才上一次講的很重要呢 就是 很重要其他 得獄 貧獄 美學 這些這樣子的訓練 這些差不多呢 因為 Jolien 他們要去到外地 人家才能夠接受到 在香港呢 都困難 因為他只是得考試而已 只是得治獄而已 是不是 我覺得外國就 但是 在外國可能和不同 就是不講得那麼清楚 說分那幾樣事情 但是你 你一些校規,或者你學校訂落同學之間的一些,怎樣說呢,它會有很多很多課外的活動 譬如說有些男校會要當兵、當空軍、不同的同軍,這些都是訓練一些實在的東西 絕對是啦! 譬如說運動,外國一定要運動,訓練你的體育精神 譬如說小公子好在行的辯論,很多學校要你學畫畫,或者你可以參加音樂、歌唱 但那樣東西是學校本身跟你統籌的,而是從中教你的 我想現在香港不同,就是你要校外去學 很過癮的一件事,次官說到那個轉捩點,就是做媽媽的年代面對同樣的事情 就是當一個英國佬,他自己為管治而設的一個精英系統,受到衝擊 於是他要回應的時候,他用一個表面上普及教育的制度 其實排擠了自由辦學那班人的所謂獨立教育精神 然後全部都在萬佛朝中歸回到英國佬管治那套思想方式 反而在那個情況下,開始了另一種精英與普及的分漏了 就有很多傳統名校的時候,就開始定位 是什麼呢?名義上是普及的嘛,但其實不是真的普及的嘛 沒有 就是部分所謂傳統優良的百年老校 帶到下來,有很多英國佬的所謂生活傳統 正如他將來所說,他有很多的課外活動 有很多的所謂智慾以外的,例如你要考思辯的辯論活動 要考美學的批判能力的美術活動 你不是領袖生,你會感覺到你被人提供 所以傳統名校呢 很激動,不用那麼激動 阿公子,雖然題材很激動 人也不用那麼激動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甩出來 所以傳統名校是那時候定位的 不是那時候產生的 那時候定位 其實英國佬做了所謂假普及之後 做了假普及之後 你以為那些市民是蠢的嗎 那些市民感覺到 結果呢 強化了傳統名校 那種精英制度 所以發覺整個七十年代去到八十年代回歸前 Adrienne 聽到嗎 整個七十年代去到八十年代回歸前 十幾年,未到二十年 就是所謂六七暴動之後的普及教育 其實有一個很過癮的 所謂叫做 undercurrent 暗湧 暗湧,社會依然是撕裂的 表面上融合 表面上普及,但之前是撕裂的 就是在你所謂普及教育的情況下 就彈出了一件事 越來越明顯的就是傳統名校 因為提供了一些 學術以外的其他東西 是令到你受教育的學生變成精英 而英國人是依然會看到的 因為在澳洲受教育 不知道香港還有一種學校 這一種學校 他都是大部分歸乎精英的考試範圍 但是呢 訓練的學生的思考能力 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真的令我很佩服 比如 我們的特首 現在就是三條七 現在三條七 在哪裏讀中學呢 就是聖范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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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是耶穌會 耶穌會 很多名校都是教會學校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我在加拿大認識了 以前香港也是認識了一些 同學 朋友 那些朋友 跟我說得投機 不是女生 多數是男生 我告訴大家 因為他們是由這些天主教 或者基督教 新教 所辦學校出來的 這些都是精英的 他們沒有捨棄到精英的教育 他們 給了一些學生 有一個很自由的思考 還有給了很多 課外的活動 看到他們的興趣 人的品味 還有品價 如果你是 公子我不知道讀中學是否 教會校 有些原罪 有些原罪 這些 這些真是共產黨 共產黨派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很自由思想 還有很liberal 尤其耶穌會 你知道耶穌會的歷史 更加 相當厲害 而且 為什麼跟我談到 因為我也是讀的那間 有教會背景 就是因為它這麼liberal 這麼自由開放 而我們 不只是讀學校 教書 所教到的範圍 的知識 而是 很廣泛地 這個社會上 其他知識都有興趣 知道 還有有興趣去深究 我經常講 有一個叫探索精神 如果 香港學生沒有探索精神 只有考試高分精神 那就倒楣了 死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只讀完那些考完試 他就忘記了 還有呢 只是懂得寫信 還有只是懂得寫告示 告文而已 這樣呢 這樣個人都廢了 其實沒有了 絕對相對 是啊 沒有了好奇心 你繼續講下去 沒有沒有 我說 其實最恐怖就是 如果學生沒有了好奇心 亦都不懂得去 真的去表達自己 心裏想的事情 那你就會訓練一群 很喪屍的感覺的人出來 就是說 全都考試考到 考完 其實真的忘記了 所以就是這些英國人都聰明了 其實又是那句追本索源 你那個所謂假普及的情況 這些所謂精英學校 如何確立那個地位呢 次官都踢爆了 背後是另外有一套 社會規範在令他成形的 不是香港的本地社會 你看清楚 是英國人帶過來的宗教團體 耶穌會 你不當是英國老師 但是你看看香港的 另外一個主要的辦學團體 就是我們那個 英國的聖公會 聖公會 以英女王做Head of Church 你想也想得到 基本上是一個愛國教會 難聽一點 就是一個愛國教會 問題是英國愛國教會 所以變成英國人 依然主導了 某些所謂非形式教育的事情 例如說 你在那個所謂普及教育裡面 雖然都是九年免費 都是大家可以去讀書 不用錢 甚至呢 就是說入學的時候 純粹是看你的成績而已 不是看你什麼家底 有沒有錢都沒有所謂 就是我讀那間所謂 精英學校才算 就是穿著爛爛白飯魚上學的大有人在 所以他純粹是看你的成績 粗行 資質 收學生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又發覺 又是另一個分流過程 慢慢形成了 就叫做貴族化 陰公 這是很可憐的一件事 但是現在貴族化 不是以前的 但是當時不是這樣的原意 即使是很名校 所謂貴族化 其實跟貴族化的概念完全不同 因為教會辦學 他基本上都有一個大愛精神 有教務類 有教務類 甚至是作為一種服務社會的方式 來提供教育服務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英國佬來講 又傷得益張 因為教會永遠不會造反 教會很和平 雖然很有探索精神 基本上很少可以作反 扔汽油彈 那些人很少可以 所以那些精英 基本上是傾向保守的 結束 結束 不是說他強迫你傾向保守 而是反過來 你在英國佬的教會裏 從小到的議員目厭長大 第一 你會好好愛和平 你不會暴力 所以這些守規矩 愛和平 不要說和理非非才算 基本上這些我們發覺 很基本的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素質 尤其是這些 其實都是這些所謂的教會學校 以原木掩而分途出來的 而同樣類似的方式 其他所謂的公立學校 官立學校 都有類似的教學文化在形成的 所以你在暴動後的70年代到80年代十幾年 其實就是慢慢形成了另一套精英階層 那套精英階層的來源就是這些 英國佬留下來的名校 還有一件事我想補充下去 就是講 他們是很理性的訓練 理性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在外國比如Pauline那些在澳洲讀書 或者我的孫子在加拿大或美國讀書 其實呢 除了他品味要求他提升之外 還提升那些人的一種理性 一件事怎樣去分析 怎樣去體會 理性不是等於他不會革命 都會革命 但是問題是革命的情況呢 它是有步驟的 有一個方式的 就不是盲動 就不是烏合之眾 就不是衝動起來 就要打要殺 就是不是一種 不是一種情緒化的表現 也不是土匪式 應該分到土匪式是什麼家科呢 次官說過癮了 英國佬說到 英國佬不是沒有革命的 記得 有革命的 有讀歷史明白什麼一回事 英國佬的革命 是叫做社會改革 也就是說 他是用改良的方式 去改變社會 而不是用衝擊的方式 去改變社會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看看當時的 所謂名校出身那些 就要入到政府 都會有一個很過癮的現象 就是他們帶了很多 社會改革的思維進去 所以有很多例如 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 再反悔就是學校的要求進一步平民化 資助 甚至是公屋政策 很多東西都是相負相成的 其實英國佬也是沒有所謂的 對於他們來說 第一 這些順民順得來都有佬 而有佬得來又不會作反 而就算他們提出的社會改革 雖然英國佬當作是頂著氣 但是英國佬也是變成一個大贏家的嘛 你看到最後來說 你廉政公署成立 而收成那個最大的受益人是誰 之前就是英國佬 明明的制度 他們有份做出來 後來鼓勵你社會改革 容許你社會改革 然後帶來的影響 英國佬忽然變成世界領袖 你看香港東風之珠 成為了典範 就是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 都可以比比世界一來的經濟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當時的教育制度 培養了一班人 可能是比較所謂的 先進的 先進的 就好像1970年廉政公署成立 他是犯貪污 可能有一批的人 就會跟著這種思維 就覺得貪污就是不對的 可能以前那批就是 貪污是這樣的 是日常來的 是整個思想顛覆了 改革了 是由價值開始改革 是由價值開始改革 每個人就會覺得 清廉是應該的 沒錯 這樣 手法清廉是應該的 什麼 所以變成了 所謂精英主義 我們現在意識到一件事 就是麥利浩帶來之後 表面上的普及教育 但其實依然是英式那一派 依然維持優勢 所以一個假補給 兩位呢 兩位呢 我就舉一個例 因為講理論太多 要改一下例 舉個例 大家聽眾 比較過癮 我舉例 七十年代 由這個廉署成立之後 有一個廉署的部門 是我們做推廣宣傳的 嗯 那這個部門呢 他很懂得利用傳媒 尤其當時呢 很 開始 在社會裏產生很大的力量 一個人家裏的裝扶電視 電視了 是的 然後利用這個電子媒介呢 大氣電波 推崇這個 廉正 就這樣講呢 理論呢 連政呢 大家都知道是包工 大家都知道 喝咖啡 哈哈 是啊 那如果我們走過 那些警察走過 或者有力人士走過 就問你拿一隻左臂 你就很肉赤 因為今天賺錢 賺錢都給他了 哈哈 那些之類 但是呢 他會做了 他自己又拍 又叫你去拍 拍一些呢 宣傳這個廉正 Case的 一些個案的 劇集 那些廉正行動 什麼什麼的 那些 是啊 是啊 小弟曾經呢 被邀進去 這個廉正公署 裡面 要對著那個 長官呢 按著本聖經 發誓 哇 哇 我做了 在聯邦銀行囊大廈的廉記總部 哈哈 為什麼要按著聖經發誓呢 因為他開了個檔案給你看 嗯 那個檔案是 曾經 呃 成個案件的一種呢 呃 文件記載 嗯 記錄 全個檔案呢 因為你這次是講這件事 所以呢 給個檔案由頭到尾看完 但是發誓 嗯 現在我都不能夠說出來 那件事實際 還有怎麼樣 嗯 這樣呢 你跟著呢 就改編 成為一個呢 電視劇 嗯 這個電視劇就有戲劇性 嗯 當然能夠歪曲那個 那個 那個視察 嗯 但是呢 因為 看過之後 那個導演又拍得好 那個導演我記得是 是 許安華 哦 明導演拍得好 拍過 我寫過劇本是許安華拍的 嗯 拍過之後呢 拍過之後呢 在電視台放出來 嗯 那時候呢這些戲呢 又拍得相當好 嗯 又拍得呢 小 就是普羅大眾又接受 嗯 演員呢 又是電視台的演員 受歡迎的 嗯 所以呢 是的 這樣就變成了呢 是作了一種呢 講英式的宣傳 這個宣傳我覺得 對社會好的 因為 我想剛才說 回應公子所講呢 他用了很多力量 可能是音力 未必是揚力 用那些音力呢 去配合整個社會的改革 嗯 這些呢 又回到頭呢 因為呢 香港的教育呢 那個時候 是掌握了一幫 嗯 知識分子手上 或者呢 我們講他們是一種呢 有理想的人的手上 嗯 這樣變成呢 這個是理性地去改革 而不是呢 打鬥不是要衝動的 嗯 所以呢 又不是土匪式 嗯 嗯 現在呢 現在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自從呢 土匪式的暴力 擴張了之後呢 現在 很多人都很躁的 很暴力的 嗯 一出來就要講暴力 就要講打的 這個跟以前的 三反五反 再以前的 嗯 塞 這個地主 分田地 有何分別呢 就是那種傳統來的 拿命啊 真是 所以呢 新兩句 這個不是新兩句 事觀是沒有點錯誤這些事情 你經常講深層次矛盾 很多人就沒有研究深層次矛盾 從何而來 嘛 反過來看看 用分近一年多 五十上下那班傢伙 嗯 依然是講非暴力抗爭 羅里非非 現在被人說你是羅里非非 依然是講這個社會改革 樣樣有商有糧 要守法秦規 這些是什麼人呢 就是當年那班社會改革派 是 就是當年七十八十年代 受益於英國佬那個教育改革的人 所以教育和社會政治是分不開的 你教到什麼人才出來 他會做什麼事情 你會看到的 所以就是說 大家只不過是忽略了一件事 覺得 好像教育小學雞 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看看幾十年之後 我們現在所謂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收到什麼果實 你會看得到 九七年前 香港精英社會的骨幹 其實都是這樣來的 所以所謂獅子山的精神 為什麼又是 他既然又是 所謂草根出身 但是為什麼又是 這麼認同的建制呢 是 你明白嗎 次官有記憶的 獅子山下這套劇集 都是有英國佬的教育成份的嘛 這個呢 又可以講一個例子了 最早的時候呢 這套劇集呢 就是十五分鐘 黑白拍攝 香港電台自己初成立的電視部 那當年呢 就曾經做過反紅組 你聽過反紅組嗎 沒聽過 就是什麼 反共 哦 反共 哦 反共 他沒有說反共 反紅組的 在六七年暴動的時候呢 就政府部門呢 有個 有個 俗稱 俗稱 反紅和反黑組的 宣廚的小組 就跟這個商臺這樣 就對抗著這些 反動的 暴力的 土匪式的 暴動 嗯 這位呢 主管呢 就 完了他的任務之後呢 他就跑來拍獅子山下了 嗯 那獅子山下呢 找了 那時候他有個作 他有編劇的 另外呢 就在外面又找些編劇 那小弟呢 就被取錄之一 嗯 那我呢 那時候在無線電視 做著這個 這個freelance 也寫過這一隻 第十五分鐘黑白的 由曾剛 王淑儀 梁明等等 嗯 就是剛才最紅的 是啊 一線紅的 化彈 化彈小組 是啊 那時候那個拍者呢 你媽媽都看過這種十五分鐘的 那大致觀我想問呢 你在編劇或者你編這些東西 那你要編些什麼去帶出這個訊息呢 是啊 沒錯 這個呢 這個呢 很巧妙的 嗯 嗯 逢是呢 官辦的電視台電台呢 嗯 他不會 嗯 很明顯地這樣 指示你 要做一些什麼 嗯 因為呢 明顯指示你 就變成了呢 你這部戲不順 他知道你這幫作 這幫編劇家啊 或者這幫這樣的導演呢 就懂得思考的嘛 雖然二十多歲 嗯 你指揮他的腦呢 你想指揮他的筆呢 不用理 嗯 不能讓你指揮的 嗯 所以呢 他不會明正言順 講給你聽 你今集是講什麼 嗯 主題是什麼 但是 他會 導演會比較辛苦 導演會跟你一起量 一起想個故事 嗯 這個故事呢 就是由他的框框那裡開始 嗯 那每句話說呢 你政府只要搞定了這個PO 這個program officer 嗯 這是他的人來的嘛 這是他的伙計 你搞定了他的program officer 就自然 率領到你的筆 寫定他的東西了 嗯 那當然啦 施生下呢 是一個比較 嗯 我現在看的 就不是一個政治化的宣傳 包裝上的政治化 但是他內含了呢 一些呢 配合當時 社會改革的 嗯 嗯 的音符 嗯 嗯 現在大陸的說法 主旋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共就得其形 就不得其神 哎呀 哎呀 那主旋律呢 那我告訴大家呢 這個主旋律呢 就是 大家呢 同住在一個 這樣的合宅的都市 嗯 而我們怎麼可以呢 同州共濟 對呀 不是此手 詩子山下的主題曲說的話 是啊 是啊 還有呢就是 有時候呢 都解釋很多呢 政策 嗯 這些政策呢 聽起來呢 可能左派報紙在攻擊中 嗯 嗯 等等 都是呢 很多人反對著的 很多人贊成的 我舉一個例子 聽聽 年紀的成立呢 最初很多商家是反對的 因為他錄不到人的嘛 阻擋生意 是啊 我做不到生意 你不以為全世界人 舉腳贊成哦 哈哈 不是的 阻力很大的 是啊 最主要就是說 你沒有了回翁 我怎麼做生意 我們做了幾百年都是用回翁的制度 都不根本沒有回翁哦 那最後才改良了老闆 承認的回翁就OK 但是呢 拿著那個原則呢 就是政府公務員 及十八個政府公共機構的員工 或者合約的人 都不能夠受賄或者行賄的嘛 當時正好下的就是高薪養門 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是配合的啦 所以說 英國佬證明的地方呢 就是推行這些政治社會改革的時候呢 不是單鳥同胞的 他很多東西是配合來做的 但是 所以這件事不是看得回 為什麼英國的社會 在光明明之後 算是 差不多三百多年裡面 是長治久安 人家有幾百年的社會管治經驗嘛 因為人家 人家懂得去具體地看一個社會怎樣培養 所以為什麼就扣回主題 為什麼講教育會講到政治這麼多東西呢 不是我們本身想講政治的 又反過來 很多人對於教育的禁忌呢 就不能夠客觀地理解 教育和這麼多東西都是相關的 正如次官所說 如果不是有這麼大的社會改革的背景在這裡 你不會看到什麼獅子山下的精神 不會看到廉署的機構的出現 而背後那個人財富呢 如果沒有了麥利浩推行普及教育 沒有了他確立傳統英國名校精英的文化的話 你也不會因為人財來讓你搞改革 因為都有人推行出來 你英國在上面從上而下 你下面誰去推波助瀾 去做先鋒部隊幫你出謀獻測 你沒有了精英你做不到的 所以好像次官所說 你那個program officer 你以為真的派個幹部來指揮你做事嗎 他本身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如果不是你那班知識分子 怎麼會聽他怎樣 所以英國都已經證明在這件事 他不是說很粗暴 像次官所說的 不是很土匪地去搞這些暴力革命和改革 他是有板有眼有鋪牌 教育、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 一系列的東西是有部署的 還有我覺得他們厲害就是厲害 西方這些潛艷物法厲害就是厲害 像你說的你可以陪一班精英出來 你可以拍很多東西潛艷物法一些人的時候 你多給別人看那件事是好 去銷售給你 而不是說我推給你之後逼你 說他好 這是改革主義的英國人的精髓 為什麼就是說暗湧依然存在什麼家科呢 就去到另外一個 我沒有說擱淺 這麼難聽 你九七那個大限 其實是另一個生態大改變 你六七個大限過了 社會整體向上的 整體是建設著文化 進步著著的 是因為回歸 所以那個生態大改變 也不能跟其他人撇開來講 所以那個表面上的假 普及了下野的教育制度 其實八十年代下半期 是面對很大的挑戰 挑戰在什麼呢 就是忽然之間 獅子山蟹年代的精英 是沒有了一個使命感 他們是在想自保 在想移民 在想找後路 另外就是那些精英 是支撐著香港 很多不同的行業 很多東西的範疇 很多東西都是支撐著的 那些精英 其實是被人看到 如果你跟著這條路走 或者你都可以好像他們那樣 但是當他們自己 都黎菩薩過綱的時候 都打算挑戰的時候 你想想其他人還有什麼希望呢 你們都這樣 但我走不了 那我怎麼辦呢 後來你發覺董建華上台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趣的名詞出了 教改的潛台詞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那一回事 就是董建華上台的時候 還未能入手教改 才提出一個很過人的口號 就叫做新精英主義 有沒有留意這句口號 大家可以忘記了嗎 我不知道 因為當時在外國 其實真的沒有留意這件事 很小時候 剛剛就是九七 所以變成九七之後 所謂精英真空的狀態 因為大陸走這個走勢 觀望狀態 不知道九七發生什麼事 你過渡之後 好了 你重新叫做社會上軌道 接軌五十年那個所謂不變 所謂九七回歸後的社會 即時就出現了很尷尬的情況 是精英不足 很明顯 當時因為 沒有儲備 那樣樣東西都可以儲備 銀子都可以儲備 在回歸前已經開始儲備著 這個香港的那個庫房 也儲備著很多蛋藥 這個蛋藥不是一定打仗蛋藥 即是足以能夠控制到社會的蛋藥 譬如可以移民一百五十人 因為人都是資源來的 但是哪個人去策劃 策動 現在沒有了英國佬了 走了 那怎樣策動整個社會後面的動力 這個在那時候是相當有問題 相大挑戰 所以其實似管記得 九七前那個繁榮 即不是身在其中 你感覺不到的 因為我年紀夠大 在中間就知道什麼事 因為那個年代 香港忽然之間 在九二到九七年的五年中間 是一個突飛猛進的繁榮期間 很有趣的 九二至九七 沒錯 因為剛剛就是八九民運大衝擊之後 中英談判叫做 九十九一年推出基本法定案 是 也就是說 是進入後過渡期 五年交接時間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第一 英國佬拼命儲錢 肥鵬拼命起新基建 新基場那時候起 玫瑰圓計劃 玫瑰圓計劃 西瑞 所有的高速公路 一配套 這些大堆基建 都是五年內 急速推出 是用來確保順利過渡的東西 是真的不會斷的 是 錢分明拼命多 因為限了每年五十公頃 土地價格飛升 記得嗎 土地價格飛升 然後人才價格飛升 大家忽略這件事 因為這麼多人移民 你不可能太空人治港 於是 各大機構 尤其是金融機構 你內部晉升 是白金星降機 只要你有一定的教學水平 尤其是讀完大學新晉師兄那些人 是每半年升一次的 人工的加幅 你沒有雙位數 你沒有雙位數 是很沒面子的 1992年到1997年過渡期間 所有大學出來的精英 不是打算做政務官的 是入商界的 你不會再想什麼叫 循序漸進 腳踏實地 現在反過來 是希望大家坐白金星降機 其實這種心態很傾形 極之傾形 不過 英國也有聰明的地方 中英談判之後 那個協商的結果 就是 既然你們這些精英 用腳來投票 閃在外國 如何可以令到大家有一個所謂安心在賺食 迎接九七過渡呢 就用了這些所謂新經濟的模式 你可以說泡沫經濟 其實QE就不是美國都發明的 如果你相信的話 其實QE是英國都發明的 薄名印鈔指 土地價值非升 人工又升 什麼東西都行 表面上 泡沫就幾個死大 所以為什麼去到九七之後 樓市會爆波 樓市會爆波 就是所謂發達要快的概念 就是九十年代後過渡期形成一樣東西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認得厲害的 你也記得 那些什麼家庭 我才厲害的那些 你賭嘛 出身的厲害 你的頭 就好像歌無聲平 歌無聲平 總之賺到錢就厲害 不單止說要少奴多德 甚至說不奴而獲就最厲害 那個年代很變態 問題是大家不覺有事 不覺有事 反過來你看看 那你的教育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只是想著削尖勞黨入名校 你明白嗎 你明校的性質不同了 是不同了的性質 不再說因為你本人 經過某些精英教育之後 是一個人才 而是反過來 屬於某個網絡 你屬於某一條路線 你畢業之後 就會平暴清雲 不用煩 那那個後過渡期那一下 為什麼會變成泡沫化呢 就是這樣來的 你直至過了九七了 大家的泡沫爆了 大家痛還是思痛 重新上路 那你才叫做再重新 即是撿了很多東西出來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回到說 教改當時的初衷呢 的而且好像 事管剛才提到的題目 最大的辯論是 就是到底香港下一步 過了九七嵌檔之後 你要一個什麼的教育制度 去支撐這個過渡之後的香港社會 你是走回英國佬那一套精英制啊 還是真是公民社會的普及呢 這個那時候大家真是爭辯的 老實 真是爭辯的 真是爭辯的 那就出了一個真正應制度 兩位呢 我就再補充一點點 這個公子所說的 嗯 因為呢 這個變化之後呢 香港呢 這個社會 就會忽略了 一個人的成長的三種教育 嗯 其他兩種 除了學校教育之外 學校教育其實變了畸形的了 嗯 其他還有兩種 一種叫社會教育 一種叫家庭教育 嗯 先說社會教育 那社會教育 那時候沒有網台啊 還有呢 現在很多那些廣告大牌啊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社會教育來的 嗯 是啊 你會看到呢 這些社會教育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是針對著 剛才你所說的那個轉化指標 嗯 我們給了一個四個字去的 這四個字叫限時發達 限時發達 即是說我給自己三年 或者給自己四年 就一定要坐到最高位 或者最有錢的了 我要兩億一年人工最少 嗯 那變成呢 在社會教育呢 就不是走向德育的方面 或者做公民教育 嗯 嗯 出街的老師不會教你 扶盲人過馬路的 嗯 因為賺不到錢嘛 嗯 是啊 是啊 有沒有錢收拾 那個地方 有沒有錢收拾 有錢收拾 有錢收拾就去 沒有錢收拾就不去 嗯 這些是不是叫做目標為本課程 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賺錢 唉 是啊 目標是賺錢 還有限時發達 嗯 然後呢 四兒子主義 讀大學 就是最緊要出回老婆兒子 啊 有溫屋子 車子 車子 車子都不生人 那就 完成了她呢 她的父母啊 祝父下來的 啊 成長過程了 嗯 三十多歲最好發達 四十多歲呢 開始呢 就可以環遊世界 有遊艇等等 嗯 如果有老婆 有老婆都不止 當然也有女朋友 是不是 她老婆死的 希望 希望老婆 一會兒就一會兒 剛剛想說 升官發達死老婆 是 這不是中環的說法來的嗎 是 沒有那麼狠狠 起碼老婆 一隻眼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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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類 社會呢 急劇變化 是 那個社會 社會呢 差不多是損失的了 沒有了 嗯 嗯 我很簡單 又舉個例子 你看 小弟呢 七老八十 那一頭白髮白鬚 那上到地鐵呢 我從來未見 試過在香港 有一個年輕的 是讓座給這個老人家 嗯 沒有 沒試過 嗯 但是呢 我在深圳呢 他的社會教育好過香港 真的 我一上車呢 每次都 必有人 讓座給我的 嗯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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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 還要 還要 拉你坐 那麼 那麼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這個社會教育 就是 大家希望爭先 爭著數 那些小孩子 一上車第一件事 就爆個位給老母 不是不好 孝順 但是呢 沒有了禮貌 近時看不起這樣的動作 嗯 嗯 嗯 這個社會教育呢 我想呢 就已經荒廢了 跟著呢 最激烈呢 就沒有了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呢 就是我和你 或者就算是Pauline 都是 這個家庭 會教你很多禮貌啊 很多說話的儀態啊 嗯 等等呢 使你和人相處的時候呢 有一個基本的人 人和人之間的尊重 尊重 尊重 奈何呢 這個家教呢 漸漸又荒廢 現在呢 以前呢 我記得 學校要見家長呢 我騰雞騰到死 不行啊 要見家長啊 現在呢 見家長呢 那個家長就是罵我老師 為什麼這樣教我兒子 我給了錢你學 你教的嗎 為什麼要我去幫你手教 沒有搞錯 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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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種教育都沒有了 或者是衰落 學校教育都不是那麼好的話呢 啊 那麼呢 香港的教育呢 其實呢 真的 開始呢 淪陷了 開始跌了 這個社會矛盾 這個社會矛盾 也有少少跟當時 九七那個教育危機有關係 那為什麼當時 真的有人提了 申請又有原因 為什麼呢 次官所感受到那一下呢 我們在前市 對著小朋友我最清楚 你只想 九七那個大轉裂點 當那些人完全急功近 一人搶著四層樓發帝 趁早那一下忽然爆煲 是 爆煲之後那一下呢 其實是一個長期持續的經濟低迷 嗯 而你想想那個時候 那個反差呢 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年輕那一批 尤其是二十歲或以下那些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 世代仇恨 正常用仇恨來形容 是 尤其是過了2014 大家發生了什麼 留意到什麼事情 那個衝突大到 可以用世代仇恨來形容呢 就是說九七前 他們表面上看到的呢 就是老一輩那一班 所謂老油條呢 就拿盡了社會的好處 老司闊 老司闊 然後爆煲呢 其實他們沒有份去救獲的 沒有份去救忙的 然後去到十幾二十年之後 是輪到那些小朋友 有意識他們自己的公民權利的時候 他們出來質疑了 為什麼沒有人幫我們想過的呢 還有就是說 當年你們 矛盾是這樣 當年你們做了很多決定 我們還沒出生 但是你是為了你自己 但是你今時今日去批判我 是因為你們帶來 你們中落基因 我今天在吃這個惡果 所以大家其實在過度二十年的衝擊 為什麼內部矛盾這麼大呢 就是因為沒有人 大家都在搜市紙 大家都在找到爆煲關於哪個事 沒有人留意到 其實整體的煲爆出來 就是來源 一早已經中了禍根 而大家沒有及時去解決這件事 那你說小的 你關不關事 你現在十多歲 開始想要怎麼拆炸彈 問題是老一班 是不是沒有能力 或者不想 這個又很奇怪 一件事 所以變成了 如果依然是用 跟思思紙三下年代的思維方式 其實已經是歐了 形勢不同了 有二三十年的真空期 是一個急速 急攻近地的社會文化 令到我們的教育根本沒有辦法去跟蹤 你想一下 除了那個年代 即是九十年代 除了有本事那班人不做官之外 你再想清楚 好像次官所說 你要限時發達 更加不會有本事的教書 是成績最差的那些 才去教育學院的該會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踩大家 但是你客觀看回當時 你選校的優先次序 名義上 大學是普及 好像開了很多大學 甚至教育學院 都是近乎大學認同的學歷 問題是你看那些學生 那些家長 要你限時發達的時候 他會選什麼學校 你選什麼學科 你想想 其實你講完這件事 我想分析一下 因為你整件事是歷史 帶下來的年代關係 我聽到的事情 可能我小時候 不完全知道歷史 但我覺得 很感謝稱 我小時候讀小學 或者聽UncleUnty說 我的感覺就是 那個系統是普及教育的 九年免費教育 好像每個人有書讀 形式上是普及的 但問題是你擺脫不到精英心態 心底依然是精英主義 對 因為你的硬件是這樣 但你的軟件 你心裡是覺得 文化不是 我是要讀精英學校 我要讀這間學校 因為我的同學 可能背景是這樣 認識的人 要認識得比自己 聰明是甚麼 聰明是賺到錢 九十年代就出了一班 很聰明很聰明的人 因為他們突然間 是一個 當他們幸運也好 白金星講多 就是覺得機緣 他們做了一些資產階級 拿了很多東西 我不管他爆不爆 或者是買下樓的 拿著 因為我聽過一些 做投資銀行的朋友 他都跟我說 可能有些以前是做影印的姐姐 是一間美國的行 他是有本事 以前有很多優惠 很厲害的時候 他可以買下很多樓 但你問我 我不是說歧視人 但問題是 你這種人 當你的錢賺得這麼容易的時候 但問題是 你去教你的小孩的時候 你又提供到甚麼呢 因為其實 你可能有 以前精英階層有的資產 但你又沒有那種開明 或者那種 progressive 的想法去教這班人 你沒有 所以變成有一個很畸形的 所謂繼承的矛盾 什麼加科 總是踢得很厲害 這個也叫做其中一個個個案 我親身經歷 不是聽回來 以前有一間做金融資訊服務公司 其中有一個很發達的位 叫做boy 是 我也聽過 那個boy 就是在這個余景灣 余景灣 有別墅的 不出奇 是發成這樣 你想想 反過來問 我不是歧視你階級 不階級 問題是 你何德何能 對此大位 即是說 社會資源的分配 當時和你的財能 是無故的 只不過是因為天降財神 個個都發達 那你炒樓 可能以前炒股票 自負了 但是你會教你的小孩 就是可能同一樣 因為你人生的高峰 就是在於 他的人生的經驗 就是在於發達 要及時 像事官所說 急功近利 我就是 可能比較不路而獲 貓層樓幾層樓 收租樓 你等我多厲害 可能就是這樣教育 教育下一代 所以這個不是正式的 所謂formal education 不是課程 想要這樣教 又反過來 社會營造了這樣的氛圍 你不教的人就會學 我只需要你教 那些 法律才教 法律才教 和買的 這個 我說回香港政府 常常 689 都說要給錢 創意工業 創意的社會 但是它沒有根源解決 後面 為什麼沒有創意 這個原因 其實 在講這個問題 經常講要教育、改良、改進 我們怎樣去維持香港以往幾十年的成功 包括創意、旅遊、創意不用管 這些是無焉工業的 事官你的行業都已經夠創意了 因為是文化產業 文化產業 是 但是呢 講得把口說 越沒有那樣東西就是越講那樣東西 你們以前那一代 其實你們寫了這麼多好的劇集作品 誰說推動創意 創意不是你可以推的 創意是在人裏面的發展 就是啊 事官自己的身歷其極 你做文化產業的 80年代你那些行家的創意從何而來 是不是有人指著你 是啊 社會的風氣和社會的土壤呢 只能夠可以使到那些創意 萌芽、發展、長大、絕狀、有收成 但是呢 現在呢 整個創意呢 是講錢賺錢的 於是乎呢 他一創意呢 就先想錢先 想錢先 錢在哪裏呢 你回大陸就有錢了 大陸是很有錢 這個 起碼土壤很肥胸 規模嘛 是的 自然就會生出來的 不用擔心的 規模夠大嘛 是的 會不會是美的呢 那就先不再講 還沒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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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的依求 量都已經夠大了 是的 沒錯 那所以呢 我們譬如說用創意呢 我去年開始提出呢 就是說呢 你先要搞定個思考 你給一個人 有創意 就必定要有他思考 要有他思考 必定有思想自由的思考原地 就是說 換句話說 你不要逼他 你要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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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要做什麼 他就不要做好的思考 是啊 但是 他們做不到好的思考 為什麼南韓 有一段時候 會突然間 將這個思考 把這個創意工業 文化工業 搞到那麼兴旺 電影 電視 設計 音樂 說 各個事情都給國家賺得錢 就因为那几个贪污总统走了 自由风气开始离慢 任你怎么写就自然有了 当然有些死了的 你看一下为什么英国 为什么英国那么贵那么穷的国家 到头来现在还有一个价值在那里 很简单 因为他的创意工业文化工业仍然在那里 搞不搞整个出来叫做JL罗林 一本小说风行天下 一本小说风行全世界 你跟英国都买 无论文字书本还是电影版权 从英国赚多少钱 无论当年 无论当年他的沙士比 或者迪庚斯 或者福尔摩斯神探 阿加斯汀那些 还仍然全世界买得 但是这个东西很难的 至关你想想 如果你是要有这些创意产业 你要别人思考 那你学校有时间才行 那你学校有时间才行 那些学校连睡觉都没有时间 都要迫着考试要考得好 那你何乐培养这种土壤 那个教育制度 也不能单独独立来看 你想想 好像次官的批判也对 现在你在香港要搞创意 要搞创意产业 要搞创意教育 第一个问题 就是面对了 就是很多富二代 指手画脚 告诉你 你去少些旅行就会发达 是啊 你整个价值观没有改造 你明白吗 你凭什么叫人有创意 你没有说服力 不要说发达 你要买房子 上车 都没有去旅行 这些发达靠富干 那变成了 你继承了97那套 快速限时发达的文化的话 其实到现在都未改 所以为什么说深层纏矛盾 不要只是看着考试不考试 Jolin留意到文化不改 你一样坎头上去 为什么 你竟然想着用发达 要赢再起跑线来入场 因为你为什么要考试 你考试入好的学校 你为什么要入好的学校 你认识的人不同 你再考试 你考得一个好的学科 你为什么要考一个好的学科 因为我想做金融 我想做赚快钱的行业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因为我要发达 又回到起步 我要限时发达 就是所谓生涯规划 就是规划发达 那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为什么说 最后一个死胡同 赤官留意到 为什么矛盾那么大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主政官员 依然是用97思维 去处理2017的世界 你说那群20岁的年轻 不跟你矛盾大先期 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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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刺官不是成为受害者 明明敬佬是一种美德 他们现在不会的 他们是仇佬的 我没有所谓 我没有所谓 敬佬也没有所谓 但是呢 大家都是受害者 老人家 年轻人也是 就是因为大家面对一个所谓 这么大矛盾的社会 就是的而且确 就好像我们话题 没有人敢碰那个禁忌 那个禁忌是一种意识形态来的 甚至是一种社会风气来的 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搞定这种社会风气 不搞定这种意识形态 你在教育改革上面 你怎么改的形式是没有意思的 那这个社会 你觉得什么重要呢 比如说我们这一代人 可能20到30宗 有些人会叫你那些人做废佬 因为可能手上 可能不是很有钱 拿着几层可以的房子 那你收少少租 你不一定是很有钱 但是你这些人最喜欢叫人 回来干什么呀 妈妈 我那时候不是这样 但是不想想 如果你真的可以罵回来 你就觉得 如果今时今日 你是在做我们这一代人 你又何德何能 你又有什么学利 但他不会这样想 因为他已经去到一个位置 我已经好像上了晨台 我已经有资产了 那我就可以去批判你 因为你是失败者 我是成功 我成功都容易 但我不会承认的 总之我成功了 这些事情就很尖銳 所以为什么说 矛盾就是这样来 就是大家在互相批判的情况下 其实各有原罪 最无辜的是那些小孩 真的 真的最无辜的 其实是很弱的 是 即使到了今时今日 虽然我常常说 佔领区议会 主要是都有人会想应 是 至少念月曾先生 觉得新生代了 还有希望 但是看一看投票率 是 年轻人的投票比例 都依然是低的 刺官蕭公主 我说一件事 我希望各个人 不会听这个节目 我前年 是不是前年 我问一个 我不是很熟的朋友 我就说 区而会选举 他我想跟我80后 区而会选举 你有没有去投票 香港人不是经常有得投票 如果登记者想问 你应该投回一票 他就说 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 我就说 但你投了票 可能会帮到你自己 我不投 我怕投错人 真的是这样说 然后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不想投错人 你就多多看一看一看 去教育你自己 去教育你自己 你就不会投错人 所以煩了煩再 Jolin在澳洲这些民主社会里面 受教育的 肯定是不同的气氛 但是香港正正就是那个矛盾 即使是年轻的那批 他是一个所谓高压的 贏在起跑线的教育制度里面 以如目染长大 有很多人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他不是姐姐照大 就是妈妈直升机家长照大 他根本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成问题 你叫他尽公民责任 他有空飞去台湾出海岸 喝酒也比较好 所以我就算不当他是废青才算 但到底他们是意识到 还是意识不到 自己的社会责任或是命 有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就在教育制度里面 根本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说过 这个社会的使命是什么家科 那你想他怎样 没有的 这个表象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很多外国的朋友 对香港人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字 很materialistic 很物质主义 很物质主义 就是觉得这个社会 层次就是物质 他们觉得香港人 给他们的感觉就是很物质主义 是啊 事官所说 限时发达 是啊 你没有办法 是啊 就像养猪一样 你不要超过六十斤重 那我就要剃的了 哈哈哈哈 这个呢 那里年轻人的问题更加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大问题就是处于两个夹缝里面 是啊 夹缝来的 这个夹缝的gap 不是generation gap 不紧 但是它两个夹缝呢 两个价值的夹缝 嗯 嗯 两个生活价值的夹缝 嗯 嗯 这个夹缝究竟 我追求一个什么的 適当的位置呢 嗯嗯 嗯 落实点说 虚泛一点的 说 我是追求一个民主社会的夹缝 嗯 另外说不是 我是追求一个呢 爱党爱国的 安定繁荣 嗯 依靠着安定繁荣的一边 那已经呢 使得他自己的脑海中撕裂 嗯 不只是他真真正的品格撕裂 不只是社会撕裂 而且他年轻人的心灵中呢 都在撕裂着 嗯 哇这个结果 真的呢 他都不知道哪个头是头啊 都不知道怎样好 嗯 而呢 回到教育的那个观念 嗯 嗯 社会 家庭 或者学校 都不给到个答案 嗯 我们经常说呢 教育 中国教育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解画 嗯 解决疑惑 嗯 但是呢 原来是 那些年轻人就是没有法制解画 嗯 或者解决 他学的东西 是跟他现实生活 遇到的问题 是没有关系 没有相关的 我觉得 次官来说这件事呢 嗯 我觉得再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去搞解决 或者解一件事 你都有一种文字 有一种 有一种语言的嘛 嗯 但是我觉得很多香港的人受教育 你从小到大没有一种观念 语言 都没有 到要解的时候 我没有那种工具 我没有那种能力去拆解 嗯 嗯 从来呢 从幼稚园开始呢 他是懂得多些字 准备考到一些名校 是 他是没有一个观念 没有一个思想的观念 或者是 邏輯的思考的想法 去接住他 所以呢 是很惨的 在我来说 看到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那些年轻人 这样读书法呢 就是差不多都 就是肥肥的 就是他们惨 我也是惨在 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 是一个很大的 是的 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 一大群人里面的一群人 他是受到这个社会的擠壓 或者很多他改变不了的东西 但是我想他们的想法 就可能未必会想到 但是这个社会都是人去做的 不如我们去改变社会 因为社会是我 我也是社会 不是说 这个难度就是在于 你的教育制度很难 单独去处理这件事 是啊 你想想 如果你用回狮子山下的年代 八十年代的思维方式 英国佬那种温和社会 去改革的方式来做的 嗯 你在九七后的社会 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嗯 但是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你发现大家处处碰钉 就是周围碰壁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你那个社会的安排 或者秩序不同了 你不是像英国佬那种 我可以吸纳你作为一个政制的部分 又或者很开明地 让你放手去做社会改革 你甚至挑战商家的利益 整个廉政公署出来的都不介意 喂 你现在行不行 所以变成就是你九七之后 你那个所谓社会的管治方式 不是单独一个人 而是说 好像Jolin所说 你九七前 一早上罪案发达那一班 变成了拥有社会资源主导权那一班 他会不会用他的社会影响力 去做社会改革出来 这个就没有了 但因为他们本身都不是最精英最精英那一批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 他没有那种心态去做这件事 他本身都是 即冷手侧的二串堆还挺好吃的 吃到现在 是逼你发达 我吃到现在 是逼你发达 如果我不吃这个煎刀 可能我饿死了 即是等于你要现在发达那班人 跟你分享他的发达经验 他就是跟你说好彩 我不敢说全部都这么好彩 但当时是容易很多 但反过来 你叫做说教 好像Jolin所说 其实语言不是行文写字 那种语言是一个论述 到底你会有什么价值观 可以沟通到的 你反过来想想想 你跟现在那班 已经上位那班 所谓社会精英说 你可不可以跟年轻人分享一下 你那个社会改革的理想 他会啥了 他只能背回你狮子山下 背回次官的年代 那些劇情 是因为他是真空的 但他们很多都来了 因为其实如果说一句 你说狮子山下 那为什么今时今 越来越多人住劏房呢 对不对 可能以前那一代的人 是比较窮 现在的人社会 其实过了四五十年 是没有进步过的 但这些人会选择 是不看那样东西 是选择性失明 就是说 你们继续努力 狮子山下精神 我都可以 你都可以 那其实他们发达 不是因为狮子山下精神 你就是想用粗口罵他 我什么你什么 是不是 他们发达 你看回后九十年代 那个过渡期 根本不关狮子山下的事 应该就是狮子山下有他成功的 不过是创造了九十年代前的繁榮盛世 之后你后过渡期 那个泡沫经济 根本已经完全不关狮子山下精神 已经发达了 那你现在反过来 还讲那个狮子山的剧本 找鬼信你吗 是啊 张手歌 喂 现在刚刚就差不多了 是啊 差不多了时间 那今天讲的禁忌话题 都还在引子上次次官说了很多东西 那我就起码从接棒 就讲回次官那个年代之后 到教会发生了什么事 那的而且就是这些事情 但是他意见都相当好的 是的 也看到年轻的那一段 那一批人呢 八十后 九十后呢 的见解 嗯 那希望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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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啊 脱缸 夠了 先 進去吧